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年盛行慢活生活哲學 和閨密到處沉迷美美美咖啡 享受悠閒下午 成為了不少女士的週末日常 最近灣仔新開設的咖啡店 Natura 以四季花位作室內設計概念 透過保鮮花的布置和精緻美食 帶大家走入截然不同的大自然世界 其實Natura是一個以大自然為主題的 四季花藝的酒店 當初我們構思整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思考過 究竟人需要些甚麼 我們都想以人為本 去設計一個店 可以讓人正正感受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和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為何我們有一個務號的標誌 就是因為我們想鼓勵 人與人之間的對話 或者我們工作人員與客人之間的溝通 四季季花藝的主題 其實都是Natura的核心 我們想盡量提倡環保的概念 我們都會盡量實踐 所以其中一件事就是季花藝 我們店舖所呈現的 其實是我站在人的角度 去觀察世界的一個美好的想像 像你走進藝術館一樣 有一個訊息帶給大家 來到這裡 我們想提醒大家 那個四季裡面 感受那個四季更替的美好 所以我們的花藝布市 我們會季節每一個季節去轉 食物和飲品 其實我們都會有季節限定 我們春天整個概念 其實我們都想有春日櫻花的感覺 除了我們之前靜下來 有一些酒紅色 淺花紅色 污髒粉紅色 即是臭色的瘦球 保鮮花 還有一些乾的脂材 一些竹的編織 去做了整個有櫻花的感覺 野食方面 如果你說是最可以貼近Natura 我們整個品牌的概念 我會說是我們的能力櫻 因為視覺上 它用了我們本地香港的一些 食物花 其實它的樣子 已經看上去是有花的感覺 其次就是它用了一種有機的穀物 放在那個能力櫻 所以其實都觸碰到我們環保的題 Natura Soy Latte 即我們標籍的豆奶咖啡 其實都是很觸碰到我們Natura 整個概念 因為那種豆本身是在Ethiopia 一個Gucci產區的一種水洗豆 其實它是很濃香的花香味 其實是比較偏酸的 但是它加進豆奶裡 其實它整件事就很平衡 很有花香清新的感覺 跟一般咖啡是有不同的 造成金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